此时兄弟俩正和同意私塾的其他考生们一起吃饭 金言兄 你上次考童生可是投名 这次你的秀才算是板上钉钉了吧 不像我呀 童生都是勉强才过的 我这一次是过不了喽 别这么说 说不定有奇迹呢 一不小心你就过了 奇迹 你们怕不是在做白日梦吧 这时一道傲慢的身影走了过来 这人是他们镇子上另外一家实力相当的私塾的考生 名为柳德芝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万年老三呢 别以为平时能压我一头 就肯定会在这一次考试中也能压我一头 这次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私塾的人 而是整个县城的书院 不是你们这点水平就可以相比的 那也不是你能相比了 毕竟你这个万年老三 始终被我大哥给压着不是 哼 你们给我等着 柳德芝自知说不过他们 便带着自己的书筒走了 临走前目光中满是英智之色 随即想到了什么 嘴角还泛起了得意的笑容 你说这家伙不会耍什么烟招吧 有可能 得防着他一些才行 柳德芝是出了名的心胸狭隘 既愁又阴险的小人 所以很少人会主动招惹他 明日就要进考场了 今天我们就别出去了 在客栈好好休息 还有 注意点吃食 你是怕他会在我们的吃食里面做手脚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你没听说吗 很多考生都在考试前期出事的 为的就是众多考生的名额 那我们到时候出去吃吧 总不能他们会提前知道 我们去哪里吃东西吧 三人没再多说什么 草草吃完饭就回房间休息去了 云大云二刚回到房间看了一会儿书 就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 请问是云锦炎和云锦轩的房间吗 是啊 小二有什么事情吗 二位少爷 外面呢有一对夫妻和一个小姑娘找你们 说是你们的父母和妹妹 什么 爹娘和妹妹来了 哇 哇 哇 嗯 不是 不是